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呢 继续我们今天R.I.P. 而我们今天的嘉宾 之前开LINE都说过了 郑家淳小姐 大家人称的鸡扒妹 为什么要找鸡扒妹呢? 其实就是源于小澳江湖有一个直播 就是我们澳门和台湾那边的玩家有一个对战 鸡扒妹就是当日的主持 有些很尴尬的情形 就是当时的活动是在台湾那里进行 那我们就坐在我们公司等我们公司人和我们说 他们一看不到我们是未连线的 我们以为未连线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音叉阳错就连线了 信号已经过去了 而台湾那边是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 但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一起看一看当日的片段 哦 已经有看到画面了 他们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Hello 嗨 这边是 他们看得到我们吗? 可以哦 有 挥手回来了 目前这个画面非常的可爱 就是我们台湾队与澳门队啦 有没有什么要稍微 嗆瞎一下的 他们听得到我们讲话吗? 听得到 我想问一下他们很强吗? 他们很强吗? 战力都一样呗 对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公平的 所以各位拥有的战力啦 装备啊 宠物绝学 都是靠自己去搭配出来的 所以 趕快调整一下哦 毕竟 你们也蛮累的 玩了 从 那个八点玩到现在 也是很辛苦 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看到吗? 好 有听到声音了 好 有听到声音了 可以带一次招呼 挥挥手 你带一次招呼 你带一次招呼 嗨 嗨 嗨 你好啊 我们就是自己打开的时候 还是说回广东话 怎么办 他们讲广东话我们都听不懂 我真的懂 对对 天菜天哦 精通十六公里 看不太清楚 刚刚是出现了海豚音 刚刚是出现了海豚音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澳门队他们的名字 还有玩的门派哦 我觉得木根 好 他们不想要告诉我们玩什么 我们这边傻傻地告诉他们 就是这样 当日的尴尬程度 可以用灾难延长来形容 但是我想说 鸡扒妹是超级专业 结果完了之后就有个想法 不如找他 看看有没有做个访问呢 最后 他真的OK 正正开始我们今天访问 好 首先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鸡扒妹金家 对不对 对 大家好 我的国语呢 那个不太好 先跟你说不好意思 没关系 对 因为我前阵子也在那个IG 收集了很多观众的问题 然后我就筛选了一些出来 然后就 那全部都不是我问的 所以不关我是的 好 第一个就是 喜欢别人怎样去称夫李 鸡排这两个字啊 在台湾算是日常生活中很常听到的一个单字 鸡排妹鸡排妹这个名字是真的比较好记 不过我很快的这个月底 要满27岁了 所以总是觉得27岁还要再被叫鸡排妹 不太适合很像我在装嫩一样 所以最近我就把我自己的IG的名字鸡排妹先拿掉了 比如说想要改变一下嘛 就可能也快27岁 如果叫你鸡排姐 我觉得会不会好一点 就变鸡姐嘛 成余一 没有 鸡排姐又好像 鸡排姐好像 不太好啊 哦好 所以现在可能就感到一点改变嘛 就可能叫你加纯啊 这样子你觉得好一点 加纯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人问的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信向 就是好像一两个星期之前吧 我们在校澳江湖那个直播 那天我们真的超级尴尬的 很多观众都问的 就是说上次那个直播有没有觉得很尴尬 当时有什么感觉 就是对我们澳门的朋友 其实不会啦 因为在这种连线赛事 又要加直播 技术层面真的比较困难吧 所以我那时候看你们的画面 都没有看着我们 没有反应 OK那应该是连线有问题 那天所有人都说 你的隐藏反应是超级好的 你就问啊 你们的分别是什么人啊 然后我们就 都没有在看你们 我们就自己玩自己的 然后就好 他们不想告诉我们 然后那个全部人都说很厉害 再次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谢谢你们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呢 也是超级多人问的 也是很多人想知道就是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现在呢是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一直都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肯定是有带dating的对象 我觉得要说我没有男朋友 然后我也没有约会的对象 这肯定是说谎啦 现在26岁要27岁了嘛 如果说在一起 不是朝着要结婚的方向前进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在一起 所以现在就是在dating那些 你就是在看啊 适不适合将来可以结婚的 应该是说知道不适合 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 所以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会结婚的对不对 对如果我要在一起一定适合对方 会讨论说我们有这个共事和前提 所以你有说自己理想的类型是怎么样的吗 哇我理想的类型呢 历任的男朋友 每一个人的外型都长得很不一样 优点也都很不一样 一定是他们有一个地方 让我非常的崇拜或是佩服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所以脾气已经被训练到非常的平稳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要吵架 我需要情绪很稳定的另一半 要对家里也要孝顺啦 所以你每次没有说什么 你要长得怎么样 可能就是他比较上进 有个奋斗的心 那种就是你比较喜欢 他一定要有一个能力是让我很佩服的 让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都办不到 变魔术很厉害你觉得怎么样 变魔术很厉害 这是一种才华 也是一种才华吗 帮朋友问的也是 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就是 平常会不会煮饭这样子 在东京的时候会煮饭 因为我去年一整年 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住在东京 我在东京会开火 但我在台湾绝对不开火 所以在东京一般是煮什么 我也都吃得很健康 因为为了维持体态 地瓜啊 各种蔬菜啊 鸡胸肉啊 把它放进开水这样煮那种是不是 大部分是那个路线 我也会煮东西的 也是把那些东西丢进去 就全部收就差不多 能不能理解 理解成 其实就 不算会煮饭这样子 我会煮 我会煮 我是会煮饭的人 我只是很懒 好那下一个问题啦 这个也要真的要说清楚 这个不是 是一个女生问的 平常怎样去保养胸部 不管你先天的DNA怎么样 你可以靠运动 至少打这个肌底 把胸肌练厚一点 至少你的身形会看起来比较漂亮 那如果说你是本来就有胸部不小 有可能会下垂嘛 有一个动作呢 是香港的运动YouTuber叫Coffee 他有教一个15分钟运动影片 有一个动作还蛮简单的 就是你这样子 两只手这样子 合起来 整个手掌往胸中夹紧 往右边挡 有一个时候 你会觉得你右侧的腹 跟胸肌有用力 然后再往左边挡 这个动作看一下好像 其实是要很用力的 你看我身体都红了 好 有没有觉得拍了写真之后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我想每一年我对于自己拍写真集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三四年前开始我发现这是可以当成一种使命 我敢说啦 台湾跟香港 应该没有人做写真集做得比我认真 我是很多本写真集的制作人 除了找团队之外 还要写脚本 有三十套造型 所以我要去找到三十套适合的服装搭配场景跟情景 其实整个做下来是蛮辛苦 尤其如果又要去海外拍的话 那以成本来说 找的摄影团队啦 化妆、发型、服装 然后再到说去海外拍 我们的成本跟拍摄天数 都是别人的三倍 但是我们并没有卖别人售价的三倍 可以说是一种回馈支持者吧 这方面我是不是很懂 比如我今天我要出写真嘛 一般我是不是本人不会去做那个制作人的 就是找其他人 基本上没有 应该是只有我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就想把所有东西都把它控制 是自己想要的事情 对 那些嫩模啊 出写真的话 很简单 三天就拍完一本 然后大概服装十件 他们有一个故事线 我们写真集都还有故事 所以你暂时就是只帮自己的写真做制作人吗 还是有帮其他人也有做过这样子 我很想要帮别人做制作人 我自己许愿就是我可以遇到像是18岁许若萱的女生 气质 气质 是很干净的很pure的 然后但是她要愿意拍 性感 对 如果我呢 如果我出写真里有没有兴趣当我的技术人 我要拍女生啦 男生的市场太小了 男生市场很少吗 我的观众很多都是男生啊 但他们平常看的写真应该不是男生的写真 我去了解一下吧 如果我有那个市场我看我才找你 有市场我们来做 那你将来有没有说有什么目标想去尝试或者已经准备要去做了 最近有一个蛮大的企划是做自己的一个品牌情绪用品 我们第一波推出的募资商品是给男生用的飞机杯 我有听说过这个 不是一次性使用的 是可以反复清洗的 那里面的隧道我们都有拿到自己的专利 所以不是买现成货然后换的包装 那这个有什么特点吗 可以讲一下吗 因为我本身我也有朋友送了一个飞机杯给我的 嗨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佛国 因为我没有在用嘛 帮他开了个IG 所以想看有什么特点 可能我也可以买一个我帮他开个IG 我们8月底开始跑 那在跑的时候可以寄商品过去让你们玩玩看啊 没有我不会玩的 我只是帮他开个IG 我是说玩你可以把它切开来啊 就切开来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好谢谢你 谢谢你 可以有签名的吗 可以可以我会在上面 那这个品牌第一波算是只有飞机杯 那之后呢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电商的网站 收集很多的品牌 跟都是跟情趣用品相关的 所以会有女生的东西啊 也会有情侣可以一起用的 甚至是说我会设置一些比较性感的内衣 把那个时间弄好就把它放在影片下面 没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买一个回来 对 好啊 那谢谢你今天就差不多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我们下面那个链接 有我们鸡排妹的商品 也有鸡排妹的频道 也可以去了解多一点 我们不是鸡排妹 加醇 加醇 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不是广告来的 不过当然了 那嘉宾有些东西要出了 我们都会帮他选择一下 那条链放在下面 我现在不知道了 我在谈中了 我看看会不会到时真的有 有个签名版 会不会有一个两个三个 有多要有多 看看会不会做个give away 给大家 不知道的 现在不知我现在拍的 我没跟他谈很多细节 那如果有呢 你就会在我的影片下面 看到我会说明的了 好吗 我再看看怎么样 看看大家的支持 好吗 多谢大家再见 拜拜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觉得我的样子 的话 那就请订阅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 拜拜